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吧 在路上我都跟你说了 这家呀 现在就这样 这次你来呢 肯定会很累 放心吧 新君 新君 把你爸也接来吧 你看你这房子也挺大的 行了 有一个病人就够你忙活的了 以后再说吧 我先帮你收拾住房间 不是啦 修哥 明天再说 晚上早点休息 对 你房间在那 走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再见 再见 董事长 首都秦深 还希望董事长 弄个节哀顺变 七秦军没来 我没有通知他 董事长请 请 秀姑 来 看看 她这是怎么了 房间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你别请 给她 给你 给给你 可这个女人 我怕跟她闹不到一起 怎么会呢 修工 她那是个挺好的人 别想那么多 没事 我说你别站在那儿 快回你房间去 有什么事儿 喊我一声 你 你没事儿吧 幸运吗 幸运 幸运 你还是快回来吧 我 我有点害怕 喂 怎么又是你啊 我说过不想见你 在哪儿呢 上来吧 上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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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子 他 好 好 如果对我来 你干什么 我去吧 我去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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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有多少人知道 可是那是丁丽芬当天晚上的去处 他已经疯了 他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疯了 为什么疯的 是因为他触摸到了事实的真相 可这不是灭口的理由 应该说 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没有他 我就无法维持这个自欺欺人的清白 你懂吗 我看你才是疯了 知道那天晚上你骂的是谁 我说一桂石 我只是一桂石 指宋 我侯收拾 我竟可以 我马上带你去见中国 你 等等 你 爸爸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请 您好啊 竟然一向是被他敬重的 梁城北副市长 这次让他始料不及的会见 使他清醒地意识到 他原来仅仅为保住个人秘密的种种努力 已经把他带进深不可测的泥场 你骂得好啊 他无可挽回地完成了走向深渊的最后褪变 软盘虽然收回来了 可是死去的低命分却失踪了 小军啊 辛苦了 来 为了你前段时间的工作啊 算是我敬你的庆功酒 其实你也知道 我一直很欣赏你的能力 您今天找我来 只是告诉我这些 不 你的职位完全恢复了 这个酒我不能喝 为什么 梁副市长 我记得当年您在炸钢厂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贯不论钢肠事 富于其民一旦挑 挑可以 但是我现在肩膀的成熟力 是有限的 您应该知道 我不由自主的呢 就站到了阵地的最前沿 一旦有风吹草动 还不是我重逢陷阵 可是 可是我毕竟不是个大事 你在抱怨 我压力太大 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结束了 可丁立芬的遗案怎么办 我早就说过了 您应该回避 丁立芬的案子 可是 这烫手的山芸 总得有人接 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大问题没有 小问题不断 不过一切还按不就办 丁总 要请明天的活动安排吗 讲 明天 十点三十分 往殡仪馆 沾阳 您的妹妹 顶礼芬的遗体 不是沾阳 是遗体告别 对不起 我们明天 十点半 往殡仪馆 遗体告别 还有吗 你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要在第一时间内 见到弃心军 坐 我是刚出院 这出逼宫的戏 就唱到我家里来了 唐军 现在局里 蹊跷的事情这么多 丁立芬案了又未了 您说 连尸体都丢了 您让我查什么 怎么查 这是不是在给我出难题 我问你个问题呀 你说这个死人会走路吗 我又不是孩子 是 连孩子都不信 在世界上有鬼 这世界上既然没鬼 死人就不会走路 对不对 嗯 也想让死人 也想让死人走路就得有活人帮忙 所以说这世界上只有一种鬼 那就是活人心中那个鬼 你的调查 要是从帮助死人走路的活轨入手 是不是最好的突破方向 是不是最好的突破方向 梁副市长 有个情况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 不必吞吞吐吐吐的 宋志林说 在转移丁立芬遗体的时候发现 丁立芬被开胸了 这个迹象表明 有人对丁立芬的遗体 进行了非法试检 我知道这事 你们家吕医生 可能参与了这个事情 这个你大可不必经常 既然是非法试检 那么谁又能够证明 试检的结果的真实性呢 那个检查结果 就不可能成为证据 你说是不是 梁副市长 尸检本身并不可怕 关键是参与尸检的人 肯定掌握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初次勘察室 并没有对丁立芬的尸体 进行常规尸检 而那份在死亡结论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尸检报告 这不就成了虚构的了 你确实说 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吕医生是不是已经 向唐里哲做了回报 要不然这样 梁副市长 你是不是可以问问她 胡说 我问 我能怎么问她呀 我能问她有没有 对丁立芬的遗体 进行尸检 我能问她有没有 发现假的尸检报告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亏你还想得出来呀 不过 你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呀 假如李洪碧真的参与了尸检 假如她在尸检过程中 发现了问题却瞒着我 那问题倒是复杂化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我担心 唐里哲这个 嗅觉灵敏的老狐狸 别看我摸不透她 但是我已经隐约感觉到 她心里的算盘已经播响了 万一她们 别绕圈子了 说具体点 昨天她突然出现在局里 让我有些措手不起 康局 新军啊 她们在尸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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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岸呢要重新立案侦查 是 丁丽芬在江都呢 毕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省里市里对她的死呢 又很关重 老百姓当中的传言呢 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所以啊 您一来 局里的工作呢 我可以多担点 但是对这个案子 康局 您是不能当摔手掌柜的 必须要亲自挂摔 先不说这些 您好像要出去是吧 这不是上午约了 殡仪馆的徐馆长 对了 康局 我的直觉啊 丁丽芬尸体失踪呢 跟殡仪馆内部有关 她有一个叫李洞子的化妆师 我觉得这个人有作案协议 那你先去吧 那你先去吧 有空的时候啊 把丁丽芬案的全部材料给我调出来 我先熟悉熟悉 好的 唐局 我先走 好 那我走了 好嘞 我从殡仪馆回来 刚一进门 唐丽芬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新娘 唐局 来 坐 快坐 情况怎么样 情况 这徐馆长这个人呢 推三堵塑塞的 生怕承担责任 明明是在殡仪馆呢 有健全的值班制度 并且那天呢 确实有人在港 发生了 尸体被盗的事情 但是她却一推六二五 我追问她半天 并且威胁她 我说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让你们的主管部门 民政局来调查这个事情 她这一害怕 她跟我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按制度呢 宾夷馆夜间呢 实行双人瞪眼办 是不允许睡觉的 但是就在丁丽芬的尸体 被盗的那天晚上 值班的只有一个人 而就这一个人 后半夜还是尸体 是什么人 就是早晨我跟你说到的那个 李冻子 这个人是宾夷馆的美容师 据了解 她跟丁丽芬的前夫 江康的关系非常密集 丁丽芬的那个软盘 我们就是在她那找到的 你接着说 唐局 如果丁丽芬尸体失踪 和这个人有关的话 我认为 就应该把江康 列为我们的排查对象 唐局 丁丽芬尸体失踪 正好是在我们 这些人准备对丁案 重新调查的几股眼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第一 她说明了 丁丽芬的死因 肯定这里面有隐情 并且有人担心暴露这个隐情 第二呢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隐情暴露的祸患 盗窃尸体 是停而走险的一招险棋 这招险棋 虽然能够暂时保存自己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恰恰是这招险棋 给我们破解丁丽芬的死亡之谜 打开了思路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我同意你的说法 不过 根据我的判断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 好像还有值得重视的切入点 唐局有什么高见 高见 我来找你啊 是我看了材料之后 发现了一些小问题 新年 我想看看丁丽芬案的原始勘察笔录 唐局 那里面就是原始的勘察笔录 重新抄写勘察笔录 我说那是犯机的 谁有这么大胆子 你肯定吗 当然肯定 这个 就是那份勘察笔录 来 你看看 她的这个时间落魂 丁丽芬死亡的日期 确切的说呢 是发现丁丽芬尸体的时间 是9月26号 当天我们就进行了现场勘察 可是这份勘察报告上 时间的落款是9月29日 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会不会是笔录啊 笔录啊 笔录 要是笔录的人 记错了时间的话 把26号写成了25或者是27 这有可能是笔录 但一下跳过去四天 一下就有可能吗 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啊 您的意思是 产生这种差错的 合理解释只有一个 就是这份材料被人重新抄写 由于重新抄写人的疏忽 把重新抄写的日子 当成了原始材料形成的日子 也就是说 你我看到的这份材料 是9月29日形成的 可是它为什么要重新抄写呢 如果真有这个事情 查出来一定严办 我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那不用 用不着把事情搞大 要是 找不到什么合理解释的话 可不可以把这个 也作为侦破方向呢 对 那天江启鹏也到现场去了 对 当时我也在找 找找他 很显然 唐李哲已经把注意力 转移到公安局内部来了 他今天呢 给我总的感觉是 他对丁立芬这个案子 并不是特别关心 哎呀 不管怎么说 丁立芬案发以后 你贸然从丁立芳家搬走电脑 这是愚蠢之举 引火烧身 你是给自己出现的难题呀 你以为给自己可以找到解释 就能够脱掉了干系了 唐李哲不是个傻子 到最后他会把疑点都捅到你那儿去 有句话 我早都想说 说吧 丁立芬死得突然 在丁立芬的善后问题上 我总觉得 我们的决策从一开始 他就是错误的 你什么意思呀 我们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走了一招本可以不走的险棋 如果当初 不做出不胜溺水身亡的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论 那情况也好得多 比如把他的死定为踏上 然后排查杀人嫌疑犯 那他的潜伏健康 无疑就是最好的一只替罪羊 他具备杀人动机 有杀人报复的嫌疑 有作案的时间和机会 对吧 或者干脆毁尸灭尽 制造一起失踪案 不管怎么说 总比现在要主动得多 你怎么今天老说这样的话 因为咱们是在作假 而假的东西呢 你没想太多了 往以前是不堪一切 那你就自首去认输吧 有个问题 我可以问 说吧 从扎钢厂引进LTP 到服起一飞冲天的奥华集团 是不是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过去在炸钢厂的时候 张向东就是我最好的搭档 是啊 那个时候 你们曾经一起 给炸钢厂创造了五年的辉煌 而现在呢 你们却毁了他 不是我们毁灭了他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们只是给他英式立道 给了他一个奉皇帝盘般的再生机会 奥华就是炸钢厂的再生懂吗 这就叫改革 大胆的改革 秦军啊 你要好好提高认识 炸钢厂的资本 通过LTB注入给奥华 这也算是改革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殊手段 从全局上说 利大于弊啊 可您忽略了一点 在奥华 聚集了一批音炸钢厂倒闭 而受益的地下鼓动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恰恰是这个问题 梁副市长 恕我之言 您让我对您失去了 我对您拥有的 原有的那种钦佩和尊重 我可以理解你 观念嘛 是要慢慢转变的 好了 送我回城吧 车上慢慢说 老爷子 老爷子 我那时候糊里糊涂 就入了这个圈了 有些事情 我只能找您 你不糊涂 我明白您 您是我的老领导 在扎钢厂堂保卫科长的时候 我已经养成了 向您请教的习惯 我老了 动辄得咎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我看 我还是养老吧 急流永退 这不符合您的性格 这么多的坏账呆账 都记在我的名下 对吗 当初为了LTV 我一人顶罪众人乘良 可现在 谁给我扫围呀 上车 老爷子 老爷子 那我回去了 好 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这回软盘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 真正的危险来自澳华内部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你今晚不遵远 我会跟您有两个药盘并不意味着 你也会说 你并不认为 并不认为 并不认为 可那么多人的利益拴在一起 联系的纽带 可不是共产主义啊 百里长迪毁于已确 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 你要想解脱 就必须跟我一起阻止这个 效忠计划的事实 懂吗 跟你 老爷子 我刚才可是您说的 您准备养老了 是啊 养老也得安度晚年 再见 老爷 请吧 董事长 兴孙的 你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董事长 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有什么火您冲我发好了 我冲你发 我冲你发有什么用 我给你打个电话 让你好好照顾李芬 你怎么做的 这件事情 您应该去问气新军呢 我现在问你 董事长 我非常敬重您 也曾经受益于您 可是我不能不提醒您 一个没有证据的结论 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在奥华兰内部 没有人敢伤害他 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启示 可是他死了 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您应该去问气新军 算了 我跟你扯不清楚 关于丁李芬的死我以后 还会找你说话的 我现在去见李芬 董事长 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 李芬出了点问题 什么问题 由于李芬的原因 她的精神失常了 什么 您别激动 您可千万别激动 还有 我也是刚刚接到的通知 丁李芬的遗体失踪了 失踪 失踪 你说失踪什么意思 难道一个死人会站起来跑了吗 不 是被盗 我要把你们一个人 都给全是杀了 去 把齐行军找来 好吧 那就这么定了吧 这个齐行军啊 在丁李芬的案件上啊 他的确是走过一段弯路 我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他 在丁刚的问题上 应该说 我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为了尽快地结案 平息外面的舆论和留言 再加上省力 要求我们抓紧时间 嗨 不过 在丁李芬的尸体是否要进行全面检查的问题上 气行军曾经请示过我 他说 根据他们的勘测 从尸表的特征上来看 已经可以断定是溺水身保 不必再做起 全面地检查了 我当时呢 也没有表示同意 也没有表示反对 你看看 问题就出在了这儿 不过好在啊 现在还有纠正错误的机会 老唐 你们有没有确定突破的方向呢 这最佳的突破方案 就是从倒施案入手 好 非常正确 刚才我听您的意思 好像丁立芬的艳尸报告 是独转的 我就是这么直闹的 我问你 真是否这样 我记得你 不能在这儿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看你 那么可以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 回想就等我 去 defin 想 love 我的天品 而看你 先oration 请教宴 请教宴 如果 foi 让我有更多 我想说 不要我 赶紧 你看着我 就是楼 easily 非常反常 我听到的更直接 说了什么呢 有人说 丁丽芬这一辈子 只有一个人最恨的 就是她的前夫江康 夫妻反目恨危险 我相信 那我走了 好 丁先生 您一定要冷静 照您的意思 你们也承认公安部门 关于我妹妹的死因的结论 存在失误 由于尸体的被盗 才开始重新对这种认识 进行审视 也不完全是 在这之前呢 我们也注意到了 围绕着丽芬的死 确实出现了很多 不正常的迹象 而正当我们决定要重新尸检的时候 又发生了尸体被盗的事件 你所说的不正常的迹象 能不能说得确切一点 不太方便 但是有一点是没疑问的 那就是立方 现在确实出现了 精神不正常 这我已经知道了 丁先生 如果案情有进展 我会实时通知您的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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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叫什么名字 您可以叫我乔治就行了 乔治先生 希望下次我们见面 不再陌生了 你相信 会这样啊 你们中国人想说 冷水 气甲 尖尖弄吗 行啊 你懂的中国警局比我还多 谢谢你 好 再见 慢走啊 好 再见 再见 我代表市委宣布几项任命 因工作需要 恢复齐新军同志 江都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任命江启鹏同志 为江都市公安局局长助理职务 配合齐副局长 主抓行政工作 另外呢 经局单位研究决定 成立丁立峰案 专案组 专案组 由契新军任组长 江启鹏任副组长 江启鹏任副组长 同时江启鹏兼任局刑警队队长 余晓鹏任副组长 余晓鹏任副组长 怎么样 大家 对上述这些任命 有什么问题吗 上会 说汉语 对 对不起 明天不去编译馆的话 要不要我安排其他的活动 这条明天的返程机票 安排一下 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梁城北 明天不走吗 不走了 如果我离开江都 再想回来就难了 对了 乔治 再安排一下 我跟您去一趟省城 见一个人 好 吴医生 来 丁切 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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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哥 别放 哥 来 我想起来了 是森林别书 你说什么 森林别书我想起来了 他这话什么意思 不清楚 他的意识好像在某一个点上凝固了 他发病以后 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无休准地重复这句话 请进 董事长 为您准备的接风晚宴已经准备好了 公司的高级职员也已经到齐了 请闪光 哎呀 有劳宋总亲自来接 不过 梁副市长如果不去 我也就不去了 梁副市长并不是集团的成员呢 我是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 乔政 乔政 把我的药拿来 好的好的 闹肚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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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